10月23号是农历双将节气 也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 民俗学者介绍 古时候人们在双将当天有登高赏菊的习俗 而在双将过后则有扫墓祭祖的传统 中国自古就有在双将时期有赏菊的活动 到了这个季节 基本上文人末课经常会凑在一起 登高赏菊 品酒 这里说的这个品酒 农历说双将杀白草 中国初双时间自北向南 自高山向平原逐次推迟 为了减轻作物冻海 农户们也会提前做好一系列防双措施 双将的到来 意味着温差非常大 对农作物的收获有非常大的影响 地里的玉米 高粱 白薯都要下树了 这些东西该储存 该入仓的 晾摔的 这个期间都要开始抓紧时间准备 收割完以后 在双将前后是务必的要下种子的 一定要敢在立冬前让它发芽 如果立冬前发不了芽 还要补苗 所以农民双将期间 他们是不能耽误时间 而且会很劳累 杨信表示 双将过后天气渐冷 因此老年人更要注意养生保健 可以多吃精霜大的蔬菜和水果 不仅味道鲜美 还能健脾养胃 意气滋阴 而在起居方面 应保持充足睡眠 早睡早起 双将其实最主要增天衣物 注意养生 民间有一句叫一年补透透 不如双将补 梨正好也下树了 同时气温也转凉 每天煮梨水 熬梨汤 给小孩子 老人 对老人的哮喘 肢气管炎 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双将以后的柿子还能补筋骨 南方到了双将这天吃鸭子 然后牛肉都在洋海地区 吃进去会有愈种愈寒的作用